今天带了个萌新是真情话呀 让他干嘛就干嘛 你来我这 你再跳下去 跳四秋秋 啊 你都不问一下 我为什么让你跳吗 我真是罪过 这有一个神像 你去看一下 哦对了忘了 我退出去才能开 以后我再进来就行了呀 那行吧 先带你清体力 打完了 那我走了哈 啊 大佬说万叶是最有安全感的男人 我不信 最有安全感的不是钟离吗 这些神秘图案你肯定见过 但不一定知道它是干嘛的 在庭圆巨猿里有这种蓝色的蚊子 一旦我们靠近 它就会消失 离远点又会重新显现 其实只需要我们把流民石取下来 就可以触摸它了 触摸所有蚊子 还可以拿到一个成就 在道西 有这种鬼头图案 靠近没有互动 这个 让我们去忘龙村这里 找这个老奶奶 触发隐藏任务 再来图案这 就可以获得一个宝箱 地图上 一共有八个图案 在顺民沙漠 有这种扭曲的图案 靠近也是无法互动的 需要我们把时间调到下午六点以后 就可以触摸了 每个图案都有一个宝箱 快说 你们还有谁把这些图案 当成装饰化了 原来 长草气的大佬 都是这么玩游戏的 变成小花铃 和风行游侠 友好交流一番 屁股呀 谁摸我屁股 没人 没人但我看见您啊 等会儿屁股还是呀 我操这四 这四处没人 谁他们推博 我操油脏东西 和小鸟唱他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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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秋秋仁一起跳舞 和秋秋仁唱他人声 翻译 by 字幕 李宗盛 我做个饭的功夫人怎么没了 游戏搭子和我一起打蜜镜 今天怎么这么主动 打草笼带班尼特干嘛 等一下我卖到了 我来保护大家 哎我怎么摔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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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挖一挖 两个宝箱加65元时带回家 还有这好事 我不信 就搭子来到新活动合集眼镜 旁边这个位置 一挖出来个珍贵宝箱 里面有30元时 再来到缠纳园这个位置 一挖又是中卫宝箱 还有一个重就 外加30元时 如果来这儿没有挖掘 那就说明你前置任务没做 分别来这9个位置 开挖 你� Like 你不 Christians 你不许 你不许 我喜欢 我喜欢 你不许 这东 speculation 你也 没挖的还不赶快去 大佬说带我拿两个需要献祭 给您拿的宝箱 现在的宝箱已经这么阴间了吗 我不信 哇一个华丽的宝箱呀 这个啾啾人看起来好可怜啊 一个人孤独的看着还 还一定有很多故事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糟老头嘴坏的 我的嘴巴 以前拿过的宝箱竟然刷新了 我借来大佬的号 六十级 蒙德的探索度百分百 然后来这里 这是以前做新手任务必经之地 也是日常委托经常来的地方 应该不会有人漏掉这个宝箱吧 现在这个宝箱 它又回来了 而且是带着三个原石回来了 这可是三个原石呀 如果你觉得不可信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次试用安博的地方 宝箱竟然也刷新了 至于还要哪些宝箱刷新 我还在探索 到时候会发视频带大家一起去拿 今天跟林克一起打boss 嗯 谁呀 塞尔达 放他进来 我画画实际太危险 我做爱不不贡献 嗯 哎了几下就不动了是什么意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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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哎哎哎哎哎 他怎么回来了 赶紧跑回去赶紧跑回去 果然是来显摆的 插出去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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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